全球最大的捕鱼船 耗资肆意建造 捕一次 与你可能几辈子都吃不完 随着时代的进步 人类的快速发展 曾经那种传统的捕鱼船早已被淘汰 随之取代的是安全性高 捕鱼效率高的捕鱼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世界上最大的拖网鱼船 那就是荷兰建造的贝尔塔斯曼拖网鱼船 该船总长143米 宽18米 排水量高达上万吨 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捕鱼系 能在海上长时间行驶 这艘渔船主要捕捕的是中上层的鱼类 每次下网都霸气十足 令人叹为观止 一网就能捕到250吨到300吨的各种鱼类 不仅能将渔船周围海域的鱼一网打尽 甚至就连山狐也难以幸免 而且经常还会捕捉到鲸鱼或者鲨鱼 这类的大型鱼类船上 废有一个可容纳6000吨鱼的冰冻鱼舱 尽管拥有如此大的储备空间 但也仅需下网20次就填满了 因此被很多人称它为鱼类收割机 当然如此具有高效率的鱼船 其制作成本也不低 据悉高达4亿元 但是鱼船每次出海都能捕捞到几千吨鱼类 因此也算得上事物有所值 在荷兰贝尔塔斯曼鱼船捕鱼的工人 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 这些工人必须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还要有很深的捕鱼经验 才能在全球最大的拖网捕鱼船上当工人 如果这些捕鱼的人一旦力量不足 或者没有丰富的经验 就可能会被再捕鱼期间 被大海里面的鱼儿拖进水去 一般捕鱼的工人都不敢来 荷兰当渔夫 被拖网鱼船拖住的鱼儿 种类也非常繁多 据农民说 每天都会捕捉不一样的鱼儿上岸 很多鱼儿连捕捉鱼儿的渔民都没有见过 一般被网住的鱼儿有很多 都是体型庞大的鲨鱼 当然也有一些体积小 但是很珍贵的鱼儿 当地很多市场上贩卖的鱼儿 很多都是从这打捞上的 这里捕捉的大部分鱼儿 基本上都会出口 因为每天能够捕捉数以万计的鱼儿 当地基本消耗不掉 一般都是进行大量出口 在别的国家也非常受欢迎 据说每年光是捕捉鱼 当地的经济都能提高不少 能拥有这样高效率的捕鱼船 对于商家们而言肯定是十分高兴的 但是对于海洋的鱼类来说 却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曾一再强调 如果不遏制这些过度捕捞的鱼船 本世纪很有可能是野生海产最后一个世纪 对此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感谢您的江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